本周球迷将会迎来不停歇的视觉盛宴,五大联赛许多强强对决都会上演,其中一角球迷最关注的莫过于AC米兰与尤文图斯的比赛。 尤文图斯在联赛里还未唱败气,时盛一评的成绩向奥联赛,AC米兰也不算太差,六胜三评爱富的成绩也击深欧位战区。 两具豪门球队碰撞,火爆肯定是相当的绚丽多姿,近日有媒体统计了一组数据,那就是在米兰尤文比赛的前两天,这场比赛的门票几乎销售完毕,而此时的门票收入已经达到490万欧位。 照着这样的门票销售速度,在很短的时间里,门票就能售清,那时候,球交的收入将会超过500万欧元。 这样的数据简直是太可怕了,光门票收入就能达到将近半个亿的人民币。 而造成这样结果的,无疑就是C罗,诚然,AC米兰与尤文图斯是老对头,而且易瓜英和伯鲁奇的互换,会尽天两支球队的看点。 但这都不足以让门票收入上升到如此地步,因为在之前,这样的情况从未发生过,那唯一的解释就只有C罗了。 自从C罗来到一角后,其影响力都超乎想象,本赛季至今为一家比赛,凡是尤文图斯客场作战,客队都会收获相当大的收入。 有的球队一场比赛收入,甚至能比得上上个赛季,一个赛季的门票收入,球票的提升,球迷也自愿购买。 看看C罗和客队一下飞机或者打包的场景,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看球看到,不仅仅是主队的比赛,更是C罗,当初C罗从黄马转会邮轮,邮轮花了一亿欧元的转会费,和1.2亿欧贯的工资,可没有过多久。 尤文的收益就远远超出了付出,娱乐部股价飙升,球衣大卖,门票更是长场火爆,再加上其他收入,老夫人是捡到了一棵雕钱树。 如今,C罗效益已经会集一甲,他让一甲再次成为世界顶级联赛,有球迷说,C罗是一甲餐神爷,一点也不为过。 当然,C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,完全是自己的个人魅力所致,球场上气球潇洒,球场下做人有形,人品不上,球品上家,如此C罗谁能不喜欢呢? 4分钟 大战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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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